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8月21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多大的礼物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马逗福音第20章 第1至16节 天国好像一个家主 清晨出去 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 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得纳 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 约在第3时辰 又出去 看见另有些人在街上闲立着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凡照公义该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就去了 约在第6和第9时辰 他又出去 也照样做了 约在第11时辰 他又出去 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 他们对他说 因为没有人顾我们 他给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到了晚上 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 你叫他们来 分给他们工资 分给他们工资 由最后的开始 直到最先的 那些约在第11时辰来的人 每人领了一个德纳 那些最先顾的前来 心想自己必会多领 但他们也只领了 一个德纳 他们一领了 就抱怨家主 说 这些最后顾的人 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 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 这整天受苦受热的 同等看待 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 朋友 我并没有亏负你 你不是和我议定了 一个德纳吗 拿你的走吧 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不许我拿 我所有的财物 行我所愿意的吗 或是因为我好 你就眼红吗 这样 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 最先的 将会成为最后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 这一段圣言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主耶稣今天给我们讲的比喻 非常丰富 看看你站在哪一个角色 就决定你欢欣踊跃 还是会怨天尤人 工作了一整天的人 当然会打抱不平 一方面 他们确实比任何人都更拼命 更努力 难道这些努力 不会有奖赏吗 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不能控告家主 没有守承诺 因为他们之间 确实决定了 一天一个得那 这样的薪资 左右两难的情况 他们该怎么办呢 主耶稣当时讲这比喻 主要是针对犹太境内的 以色列人说的 他们从亚巴郎 已被选为天主特殊的产业 天主的选民 也从眉色的手中 领受了法律 其中 有许多对法律的热忱者 认为努力守法 天主必会眷顾他们 比喻中 一早就工作的工人 象征这些以色列人 然而 自从耶稣基督到来 他和后来的门徒们 不仅召唤以色列民族的人 也开放天国之门 给任何靠着信德 愿意投靠天主的人 你和我 就是那后来被主人选来 在葡萄园工作的工人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 以色列人血统 也没有分享 以色列民族多苦多难的历史 但主耶稣还是给了我们 一个得那 透过一个信德 和一个洗礼 通往到一个天主 和众人之父 我们非以色列的人 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做得不多 但赏报却跟选民一模一样 我们只要信赖 只要用爱 效法走在我们前的见证人 就能参与圣徒们的行列 让我们因为感激 愿意帮助天主出到街头去 看到人们闲闲站着 过着没有目标 没有天赋的生活 就把他们找去 为慷慨的天主 献上心里 种下种子 主啊 你真的拣选我 参与圣徒们的行列吗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你给我永恒的产业 我如何才能报答你的大恩 我要学会常感谢你 高举你的圣名 为你的爱作证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天天感谢赞美主 为他慷慨的大爱作证 我们明天再见